嗨 大家好 我是小禎 夏天快到了 就要教大家一些 在家裡你只要有空地就可以坐 就是不讓你偷懶 那深蹲這個東西 大家一定都聽過 深蹲的重要性有多重要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人的大腿肌群 是我們身體的肌肉量最多的地方 這等於人類的第二個心臟 所以你把大腿的肌肉練好之後 你的心塵代謝就會變好 而且比較不容易生病 有些人深蹲他可能會站得比較窄 這樣子就沒什麼 沒什麼你知道 Bull of you 所以你要站寬一點點與肩同關 腳要斜45度腳 重點是你的膝蓋下去的時候 一定要感覺往外 下去的時候 腳盡量不要超過你的膠掌 最好你能夠蹲到最下面 蹲到最下面的時候 慢慢的上來 就是快速下去 慢慢上來 快速下去 慢慢上來 重點就是屁股要夾緊 那這個東西呢 還有很多的進階版 例如說我們在健身房的時候 老師就會教你拿著重量 然後做神蹲 這重量千萬不要太勉強 因為有時候可能要做到三組五組啊 不會做到第二組的時候 就像我現在很喘 那如果你家裡沒有啞鈴 沒有關係 可以抱小孩或是抱狗狗 或是家裡有重量的東西 你都可以拿出來用 沒有錯 你是不是以為我要抱那盆栽 沒有 我接下來就是要示範的另外一個 就是棒式 但是呢今天如果只做棒式的話 太無聊了 今天要教大家就是棒式的進階版 這個動作呢 手就是與肩同寬之外呢 手掌要放在肩膀的底下 不要太前也不要太厚 就是在你的肩膀下方 然後碰肩的時候呢 身體要保持平衡 很多人會有這樣的晃動啊 因為他就是想要靠這個晃動去 你知道去完成這個動作 可是其實晃動的話 效果就會不好 盡量用你的大腿 跟你的腹部的這個力量 hold住它 然後接下來呢 你的手就是碰肩膀 再來碰腳 然後 有沒有發現其實所有的東西 動作就是慢 因為只要你當快速做的時候 就會沒那麼有效果 摸上肩的時候呢 是讓你的下半身的核心肌群 能夠平衡 能夠用到力氣 但是呢當你腳抬起來的時候 這個動作 就是在訓練你的側腹 所以今天示範給大家就是 完全在家裡不用任何輔助用品 每天這兩個動作 一個動作就是做三組 一組呢做十下 當然大家記住 運動就是不要勉強 如果你一開始做十組 覺得哇累死了 這動作會想殺人 那你下次就不會想做 然後讓自己養成這個運動的習慣 那才是重要的重點 我們祝大家有個超級瘦的夏天 現在我要介紹一組動作是可以訓練到大腿肌肉 以及美化臀部線條的側弓箭 然後肌肉 就是肌肉 然後就是一組 腿部線 它會要不是 因為我如果你有嚴重 我可以出現 運氣是要配合呼吸 15次換另外一邊 然後這樣是一組 可以做三組 好 這個動作也是 雙腳先跨開與肩筒寬之後 右側 右腳往後一跨 然後注意 肩膀脊椎要打直 然後前腳掌推地起來 再往後 後面腳的膝蓋可以感覺 跟地板距離大概是一個拳頭的位置 再前腳掌推地起來 然後接下來可以換另外一邊 當你做滿15次之後 可以再換另外一隻腳 也是後腳掌 往後一踩 然後前腳掌推地起來 大家好 我是Amyo老師 今天我們要來練什麼地方呢 要來練一下我們的馬鞍肉 首先呢先把你的兩腳 跟你的身體站一樣的位置 一樣的寬度 讓你的雙手輕輕的放在你的寬骨上方 身體穩定之後 慢慢的把你的右腳往上抬高 然後慢慢繞一圈 好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你的寬骨 還有你的大腿外側它是放鬆的 然後回到中間之後我們要換邊囉 有些同時它會發現不太穩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不用抬太高 你可以放放的輕輕的 讓它有感覺就好了 好 兩邊的暖身做完 然後之後呢我們就要來開始今天的運動了 第一個運動呢我們要來到瑜伽墊的上方 來到瑜伽墊上方之後呢 我要請大家注意一下你的手肘 跟身體的位置囉 你的手肘一定要在你的邊關節正下方 然後肚子收 臀部夾緊 把你的膝蓋微微的彎曲 這個時候你的臀部還是在身體中線的位置 換句話說它沒有往後跑 當你往後跑的時候 請你把它慢慢的放回到正中間的位置 所以你現在整個臀部是舒服的 慢慢的把你的手 上面這隻手放在你的咖骨上方 慢慢的把我們兩隻的腳踝 輕輕的點地碰在一起 吸氣吐氣的時候 我們膝蓋內收 然後吐氣 吸氣吐氣 所以你會發現我從頭到尾 都是只有這塊在動 大腿外側就是我們說馬鞍肉的地方在動 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一樣是在側躺的地方 來到跟剛剛一模一樣的地方 手肘在你的肩膀正下方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把我們的兩腳輕輕的伸直 把你的肚子稍微穩定的調整一下 讓你的身體維持在中心線的位置 請你將身體往上提 上面的這隻手輕輕的穩定在身體的前方 吸氣吐氣的時候 把我們的左腳往上抬高 抬到最高的地方 往前點地吸氣 吐氣往上 直接往後點 從頭到尾我的身體 還是沒有動 維持在中間的位置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除了你的大腿外側在動 你的核心要幫忙穩定 否則的話 它的身體會到處晃 就沒有辦法練到我們的大腿外側的肌群 好 一樣做了大概八到十個之後呢 我們要再換邊做 第三個動作呢 我們要來到 你的單腳跪姿的地方 首先先把我們的右腳身體穩定 輕輕的把我們的右手放在地板上 這個時候我的肚子一樣收 把我的臀部往前推 把你的左腳用力的延伸 一樣左手用力延伸 吸氣吐氣的時候 把你的左腳往上 點低 輕輕吐氣 點低 然後盡量的往上抬高 所以我從頭到尾 又是只有我的大腿外側在動 我的身體核心沒有動 所以這些動作你會發現 其實不但可以練到我們的大腿外側 還可以練到我們的核心肌群 好 一樣做了八到十個之後呢 休息 然後我們要再換邊做 所以剛剛這些動作呢 每個動作都做八到十次 中間休息十秒的時間 然後我們再做第二次跟第三次 哈囉各位Vogue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林可彤 這幾年女生真的很辛苦 因為呢腿呢不只要細 臀部更是被要求一定要肩挺又漂亮 所以今天呢我就要教大家三個很簡單的 可以修修腿 又可以提提臀的好動作 那第一個呢其實很簡單 你可能在辦公室休息的時候 你都可以做 只要你練習單腳站立 不只可以收你的腹部 然後也可以讓你的腿部跟臀部的線條更漂亮 你可以這樣子 然後打開 回來 打開 回來 那你可以覺得你整個大腿 這個根部都有運動到 然後還有很重要就是你的腹部 會吸一口氣 然後會很結實的 那第二個呢我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其實很多人都會 與肩同寬的開腿 然後之後做深蹲的動作 可能側邊一點大家會看得比較清楚 很多人都會做深蹲 因為深蹲呢可以把你的屁股群曲線訓練得很漂亮 那我們今天就是加一個 深蹲 踢 深蹲 踢 踢 就可以順便呢 不只訓練到你的屁股 還可以訓練到你這一塊 你的肌肉 那就可以把 很多人 遇到的問題就是 馬鞍臀 把它收緊進來 然後第三個呢 是我覺得很可愛很可愛的動作 那一樣可以訓練到你的大腿 那就是像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喔 它不只大腿的這邊訓練到了 然後你的腰也一起壓下來 所以你的腰部的線條也拉扯到了 所以可以讓你的臀部 大腿還有你的腰部線條 都一次運動到 然後再換邊 是不是很簡單 所以 這個夏天 我們就 一起 叮叮叮叮 好爽 HELLO HELLO Vogue Taiwan 大家好 我是Curlala 這是一個熱身 這是一個全身的練習 你轉動 然後你感覺到你的肌肉 變得緊 所以 你做這個 1 2 3 4 5 6 7 1 8 10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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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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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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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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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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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5 5 伸展 前面 伸展 伸展 一年 从你终于 一年 终于 一年 终于 7 3 4 Touch .,stretch 。 OK